你會不會讓狗狗也想要有挑戰或是動動腦的時間呢 今天介紹這三款初階的繡紋玩具 像是這一款是最簡單的 常識圓盤 我們把一個拿出來 然後可以使用狗狗喜歡吃的零食 或者是飼料 邊可以旋轉 放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四個蓋子蓋上 蓋上後狗狗做繡紋的動作 他們就可以找到零食 然後把蓋子都拿起來之後 旋轉 然後就可以再吃到零食喔 這款的話是最難一點的移動飽盒 它的話是有三個常識位置 第一個是這個蓋子 然後這邊有一個保盒的位置 然後它可以移動 再把它放進去 蓋上之後呢 狗狗他就需要做繡紋的動作 把蓋子拿起來吃掉 然後再把這個牽起來撕掉 再移動 就可以再吃到喔 這款的話是我個人覺得比較難的 那它的話有三層的設計 第一層的話我們一樣可以放零食 然後旋轉 然後再放零食 然後再幫這個蓋子蓋上 它只要蓋上之後 這個沒有打開它就會卡住 所以狗狗一定要在第一層先把這個零食拿出來 撕掉 然後到第二層 再把零食盒打開 撕掉 然後一樣的話就是再做旋轉 再打第三層喔 那我這邊特別提醒就是 不一定是越難越好 我們要依照狗狗的品種啊 或是個性去做一個選擇 避免讓狗狗有挫折 或是想要放棄的感覺喔 那我們也很推薦 就是一天可以有一餐 使用著一隻玩具做餵食 讓我們一起和狗狗在生活中 一起找樂趣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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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